我們常聽到別人說抽菸對身體不好啦 會得到心血管、癌症等等疾病 但是你知道嗎 抽菸真的會讓大腦縮水喔 我們就來聊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份研究 他說抽菸會讓大腦的皮層變薄 大腦皮層就是指我們大腦最外層的那個構造 很薄 大約只有0.1到0.4公分而已 大概是在這個橫切面紅色薄薄的地方喔 他掌管我們的感覺啦 身體的運動 情感調節 遠能力 還有意識等等 非常的重要 那這份文獻他用了一個叫做包年 Pack Year 這個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少聽過的單位 來計算這些老菸槍的抽菸量 若是一包年喔 指的就是每天都抽一包 抽整整一年 那有的菸泥比較短喔 可能只有抽一年 但是每天都抽兩包 那就是整整兩包年 那這些人分成了兩類喔 一種是Verdontal 抽一抽就借了 他們的包年平均是27啊 這是什麼概念 如果一天抽一包的話 他們至少抽了整整27年 那如果一天抽半包 就抽了54年 那他們平均72歲 也就是說 這些人從18歲的時候就開始抽菸 如果到現在還沒有戒菸的那一組勒 他們平均是47包年啊 如果一天只抽半包的話 大概是從98年前 也就是整整一個世紀前就開始抽菸 在媽媽的子宮裡的時候就開始抽了 別人是在胎教的時候超前學習 他們是超前抽菸 你看省不省 那這種超前學習的成果勒 成果就是腦袋像破布一樣縮水啊 變成什麼 海綿寶寶嗎 不是 是派達星 一旦你抽得越兇 縮水就縮得越嚴重 這張圖的橫軸代表的是大腦 皮層的厚度 我們可以看到抽得越多 皮層變薄的程度 就越嚴重 在橫軸的部分我們甚至能夠看到 有人抽到160包年喔 差不多一天抽4包啦 這到底怎麼抽的啦 一整包都塞進嘴裡直接點火嗎 那究竟大腦的哪些地方受到抽菸的影響最嚴重呢 最嚴重的是我們前額葉皮質喔 這部分負責掌管我們高階的認知能力 在另一篇研究裡面也確實發現前額葉皮質變薄 在各項認知測驗裡面會明顯表現的比較差 也就是真的 變得比較笨 這還沒結束喔 抽菸還會摧毀一個大腦叫做 預設網路模式的功能 它的功能跟前額葉有點類似 不過有些地方不同 像是它是在我們做白日夢的時候會比較活躍 那如果這個功能受損的話 也會有比較高的機率得到阿茲海默症或是自閉症跟憂鬱症等等 那前額葉皮質受損 這跟過動症啊 精神分裂還有情緒障礙等等有關 預設網路模式所牽涉到的腦區比較廣 帶來的影響也會更廣泛更深層 好啦我知道大家都老顏槍 給各位帶來一點好消息呀 如果你能早點戒了 你那萎縮的大腦 是有機會恢復的喔 從途中我們可以看到早點戒了 可以恢復接近跟原先大腦一樣的水準 好啦這中間的震盪有點大 但至少是可以恢復不少的 那越晚戒的勒 腦袋真的會明顯的倒Q 如果一直死都不戒勒 大腦的狀況真的是越來越慘 列車會一路往南極開呀 那這種早點戒是多早 大概是戒掉之後過了整整28年才會恢復喔 若是戒了但沒有超過28年的人 還是沒有恢復的很徹底 所以抽菸對大腦的傷害真的真的很大 如果抽得越兇在理論的推論上甚至要到140年才可以恢復啊 那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直到你進棺材的時候 你那顆破腦袋都不一定能夠復原啊 所以各位你還有時間懺悔知道嗎 早點戒了 腦袋還會有救 越晚就越不行了 為那所剩無極的致力 別再抽菸了 好以上就今天的內容 都是帕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